我也是個副主 我透過體育方面認識了她 我訂了一萬多元的票 但要1月9日 1月6日 是1月6日 那是星期六 怎料票票都沒有 1月6日試過之前給了票 但1月6日到中午 她說給不到票 然後她說 9日的票是有 6日的票是沒有 你要不要 我不要 你給我一些錢 她說 好 我13日 1月13日 我就給了一些錢 怎料13日之後 另一個朋友就說 他們現在跟著一些錢 可能都會找的集團 給了一些錢 但現在我看到這段新聞 我想我的一萬多元沒有用 最慘的是我的一萬多元 是跟朋友買的 那些錢我肯出來 那些朋友 是港洲先等我來看的 訂了行程 只有為何呢 他們拿到錢之外 就再買炒票 原本我來訂了1280的票 他們用三千多元買一張來看 都要請他們訂了酒店 只有炒票看 那我唯一是甚麼呢 只有說對不起 還有自己拿著錢 但現在看來 警察出了你的公告 唉 周先生 Frankie 多謝你了 我都不知道你現在在哪裏 你出來吧 自首吧 不是很多而已 我一萬多元 將來你不用做了 這個室坑這個圈子 好 好 唉 再麻煩